我們看一下那幾個基本操作 那順便補充一下就是 使用三丁它不是封閉的 所謂的不是封閉 就是說它今天做好的模型 可以拿出去 跟別人標準的三丁模型做交換 那麼別人做好的三丁模型 也可以叫到它裡面來 所以跟我們一般圖片格式一樣 像大家平常知道的圖片格式 是不是有JPG、GIF 跟什麼PMG 那些就是共同的圖片格式 這些呢就是一般常見的 共同的三丁模型格式 這樣老師了解了 所以它的好處就在說 它不是封閉的 那我們看一下使用三丁 您進來之後有沒有分成四個介面 好把它變大一點 有沒有這邊四個介面 好那左手邊這裡 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就是那個三丁模型區 所以呢除了這裡以外 您可以看到上面 幫我們做好分門別類 您看到這邊 這裡 打開 有沒有很多類型都在裡面了 好您可以直接這樣子去找 比如說你要找這個戶外的 就戶外的弄進來 那當然萬一如果找不到的話 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搜尋的有沒有 資源關鍵字 比如說你想要找椅子 但是一般我會建議過 如果你既然找不到的 你就按全部 如果像我現在選這個類型 就只會找戶外 有沒有 所以我就按全部 比如說你想要找到 餐桌 有沒有發現找一個就跑出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之後 把它怎麼樣 按著 拉來外面 拉到2D 請問這樣有沒有 不小心 就做好了 這樣了解的 這個軟體其實呢 老師在用的時候 不要懷疑 你平常用的就是2D而已 下面這個3D 就是給你看你不用而已 好可以看到你真正編輯都是在2D的環境 所以為什麼它的容易就是容易在這邊 好就容易在這邊 那這個2D平面圖沒問題了 再來你看我們下面 剛剛是這裡有3D的圖 另外呢 如果你就有 你們家家具有很多的 有時候找不好找 你就可以找左手邊這邊 這就是已經加入的 已經加入的3D模型 所以我們找到這邊 有沒有左手邊就有一個八人桌 你就這樣要找就會相對比較簡單 這樣老師有沒有信心 真的不難對不對 真的不難 那了解了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等一下呢 會有這個2D的 2D的一些操作 像老師 如果你想要設計一下 你家庭院的話 我們是不是先要一個草皮 對不對 草皮 我們來試看看 你們看一下 我這個先拿掉 如果不要的你就按delive 鍵盤上的delive 有沒有這樣就刪掉了 好我們先建一個草皮 我們在上面這邊 那您從上面這邊來 我們在上面這裡有工具 一個叫做建立牆壁 牆底 旁邊這個是叫建立房間 繪製房間 繪製房間 繪製房間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齁 它的 它的英文是叫做roop沒有錯 但是它中文翻成房間 我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你看我們就是畫地板 所以呢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工具 好 按了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提示 有沒有 平常大家應該都不會看這個吧 狠一點你就勾這個對不對 可以不要再說嗎 哈哈哈哈 好我就先這個 好確定 那它是一個多邊形 多邊形 所以呢 您看一下我們左上角 欸這個 我們家當初在評估 要不要裝太陽銀板的時候 我也用這個 因為它有方位啊 欸不同方位會不會影響到製造 會啊會啊會啊 所以它有支北針啊 而且你的不同緯度 陽光的方向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有的 齁那一般來講我們比較習慣啊 老師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零零 座標零零有沒有 一般我會比較習慣從左上角開始畫 好當然如果 不從這邊 你說從別的地方可不可以 也可以 我就按一下放開 看你們家幾公尺啊 裡面要幾公尺 隨便 反正家裡面沒有人 這裡可以實現 哈哈哈哈 好那你可以是 這邊就是一個多邊形 你看 當我變了三個點以後 有沒有發現我下面的 立體面已經出來了 等你到最後一個點 你就按滑鼠兩下就好 咚咚 有沒有這樣就結束了 你就可以離開 記得這個軟體 有一個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當你用了這些建立的工具 用完了之後 就要回到什麼 箭頭 你要修改 要調整才可以 你如果還在這工具 它就認為你要繼續畫下去 齁 所以我用完這工具之後 我就回到這個箭頭 好現在呢我要調整一下的話 你可以移動它 你也可以單獨這個點移動 有沒有 好這樣子 那 這樣子一個地板好了 可是 要不要一個草皮 所以你就在上面 咚咚兩下 滑鼠按兩下 咚咚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叫紋底 你用單顏色當然也可以 但是我們有紋底 所以你就可以來這裡按一下 你就看看有沒有草地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 有很多的這些 什麼系統會 我們這個軟體的中文化作者 它其實幫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它本身就是室內建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 所以它有很多就是我們常用這些 它都幫你弄好 那如果你要找草地 這樣不好找 用關鍵字就好 有沒有這樣就看到草地了 對不對 看你喜歡哪一個 你就點下去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變了 那 這個呢 你可以再找其他的 所以你只要記得做好了 就是這個 你結束的時候 確定這個形狀OK的 兜兜兩下 記得要回到這裡 好 回到箭頭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點兩下 就可以開始來設立文理 那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找一下你們家 庭院 你想要放什麼 有的人喜歡放狗屋啊 對不對 有些人小時候玩這個 玩得不夠啊 然後最常見的就是 都會希望有一個游泳池 但是呢 老師呢 待會要做的時候呢 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們家要比較豪華型的游泳池 這是要挖地下去 哈哈 因為它下面是有一個高度 欸 不然的話呢 你們家游泳池拿出來 會嚇死人喔 有沒有 這樣比較像浴缸喔 哈哈 來還給老師喔 這樣基本的操作 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呢 欸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喔 那麼它真正啊 其實 你們現在在編輯的時候 覺得看起來好像在玩遊戲對不對 但是 你要輸出比較高品質 它做不做得到 可以的 它是可以輸出比較高品質的 只是在編輯的時候呢 會讓你比較方便做 所以它就沒有幫我們做這些 所謂的光影的變化